为了有效防止契机车行驶在自行车道的乱向花莲陷警局 除了在两坛自行车道部分路段设置科技执法 也组成了护坛小队 由交通队的远景以骑乘自行车方式和花莲分局的远景 共同来巡视两坛自行车道还取缔违规 要来补足科技执法设备没有办法涵盖的范围 远景骑着自行车排成一排画面时分析期 他们可不是来运动而是在巡逻 这里是花莲的两坛自行车道 边骑自行车行赏海体美景 旧铁道风情成为不少民众的休闲据点 但却常常有民众骑着机车闯入这里 显向还生 多次劝导还是没用 远景也无奈 甚至自行车的车道入口还有大大的告示排泄着进行汽机车 但仍然有许多民众因为贪图方便而擅自骑车闯入 就是他为了要上课 那我们学校我就不透露了 贪图方便这个 贪图方便他都走这个绝境 这边不能骑机车 有看过骑进来的吗 现在应该是没有 以前有 以前会 对因为现在有科技执法 明明就有科技执法 而且取缔的数量还相当惊人 光是今年1月到11月就高达了3690件 但还是有一些无法被涵盖的范围 让许多人逞机得逞引发民怨 花林远景只好成立护台小队 用其自行车的巡逻方式加强取缔违规车辆 提醒民众想欣赏优美警官 只能选择步行或是骑自行车 七机车若是贸然闯进来 不仅威胁民众的安全 恐怕还得吃上最高1800元的罚单 记得李沛产实力请华脸报道